之前的时候呢 我给自己定位就是想要 多演戏 尤其是文戏 再去拍武打戏 他们都不认同 就觉得你都演了那么多年文戏了 你这都撂下也不用了 那你这些年没撂下吗 没有 你哪个比较擅长 枪术比较擅长 枪术比较擅长 再让他直接试试 这不是以前的问题了 这个首先啊 咱们先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我们有一个小片 是专门展示这个文杰的武功的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是专门展示这个文杰的武功 确实不能给他来一拳 看着太疼了 这上边的都是真的 英俊哥你给来一个 就是刚才那个反手抽大嘴巴那个 你俩来抽那个 最后这点是少年型的一个片段 这个戏的话 当时是跟成龙大哥合作的是吧 跟他们在一起拍戏的时候 真的是太酷了 跟大哥他们拍戏 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片场都不一样 就比如说简单的一个踹胳膊 他们都是实打实的 真踹 真踹 比如说咱们现在打 比如说打这 我量 别别别 快快给去 不是一个手就可以 比如说我量好了 我可能一打 肯定就是都是这个点 就到这就可以了 但是跟他们拍戏不一样 就是真的是实打实的 单一个踹就踹38条 第二天肿了 光这胳膊踹38脚 对 还挣两条 还挣两条 对 要40条出来 就是要的东西还挺多的 最后的时候在这么多条里边 选其中一条 我就问一句啊 这个40多脚 是不是因为踹你 才踹了40多脚 比如说这戏 要是改成踹成龙大哥 是不是就一条就过了 这个我不太清楚 是不是我得罪谁了 拍的有护具 没有护具吗 没有 真的是没有护具 我之前拍一段打戏啊 拍一段打戏 那时候是往身上踹 我那往身上 身上绑了好多护具 因为真的特别疼 它这胳膊还有骨头还好点 身上这都是肉 它特疼 然后我那天就是拍那个戏 一共拍了16条 身上绑的都是护具 然后一下都没打到护具上 他打你身上了 对 都打身上16条 这特性 我们虾包铺那个兄弟扁档 对 就拍那段打戏16条 然后到最后上映的时候 就把人剪掉了 那就是为了揍你去的 对